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五又见面了 最近不论是苹果还是华为的机器 市场行情呢 也是一跌再跌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 就是全国最大的二手机批发市场 今天呢 也是要帮粉丝挑一些2000多左右的机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有哪些机型比较值得入手 最近呢 苹果xs max也是跌了不少 我们手上这台呢 是一台无所256g的一个机器 95层性 目前市场行情呢 是在2500到2600左右就能入手 手上这台是一位深圳同城的粉丝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机器 这个预算入手这个机器呢 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首先芯片的话 它采用的是a12的处理器 游戏性能强悍6.5寸的216ED大屏幕 续航呢 电池容量也有3174毫安 追求性价比 那还得是有所卡贴机 它比较香 我们手上这台呢 就是一台有所卡贴 电池效率100充电各位数的机器 那目前市场行情128是在4600左右256是5000左右就能入手 相比无所国行 这里直接有2000以上的差价 你们说香不香 机器解锁之后呢 就是正常使用 屏幕呢 采用的都是6.7寸的261D屏 支持120Hz的屏刷新 a15的处理器 手上这台呢 也是一位浙江的粉丝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13mini 这台呢 也是一台有所卡贴 全新未激活的一个机器 手机的新机模也都在 那市场拿货呢 128g的 目前是在3000左右 手上这台无所的苹果12pm呢 也是一位四川的粉丝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机器 目前256g的市场拿货呢 是在 4900到5000这样 这位粉丝也是关注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了 所以对我们呢 也是非常信任 屏幕方面12pm 采用的是6.7寸的欧位楼一粒屏 a14的处理器 后置三个像头 1200万的像素 支持超广角镜头 续航方面也是非常给力 电池容量也是有3687毫安 2000左右的预算 华为mate30绝对算得上是首选机型 目前市场5g版本128呢 是在2300左右 256是在2800左右就能入手 芯片呢 采用的都是麒麟990的处理器 6.62寸的直面屏 性能方面完全不用担心 续航呢 电池容量也有4200毫安 正常待机一天完全够用 预算相对来讲 没那么充足 只有1000出头 但是又想要一个5G手机 我们手上这台荣耀X10呢 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机器 不仅支持5G网络 芯片呢 采用的也是麒麟820的处理器 6加128g的目前设断行情呢 是在1100左右就能入手 机器呢 也是支持侧面指纹识别 电池容量也有4300毫安 支持5G网络 双卡双待 那日常生活使用个两年左右 完全没有什么问题 同样2000多的预算 我们手上这款老款的华为妹的20保时捷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台机器 首先 它是一个大内存8加5112G的 目前四档行情呢 也是跌到2400左右就能入手 手上这台呢 是因为上海的粉丝在我们这边入手一台机器 芯片方面 它采用的是麒麟980的处理器 支持鸿蒙系统 像指纹面容解锁这些功能呢 都是有的 屏幕配备的是一个6寸的曲面屏 后置三色4000毫安的电池容量 手上这款手表就是目前市场非常火的一款华为手表 华翔北GT2Polo保时捷的一款手表 功能方面也是非常的多 不仅支持NFC门禁卡 同时呢 还支持AI语音助手 还有高吸力无线磁吸 双击触摸亮屏 健康监测等等功能 屏幕采用的也是1.45寸的无边界设计高清大屏支持60赫兹的高刷新率 这款手表的话也是目前华翔北品质最好的一款苹果s7 功能方面呢 也是非常的齐全 屏幕采用超高清1.95寸的高清全面屏 语音助手nfc碰一碰亮健康码 天气预报无线磁吸 蓝牙通话这些都有 同时还有吸屏常亮的功能 而且手表呢 它还是可以设置独立闹钟 蓝牙耳机最新款 洛达1562E 品质非常稳定实惠 三代Polo最好用的还是这款有降噪的最新款 月虎1562AE 不仅降噪效果好 而且续航也很给力 四代最新款 洛达1562E 支持空间音频 音质也很棒